普利镇第三市场大火之后 目前市场土地暂时规划作临时停车场 为了更好的活化这块土地 公所与县府也规划在这座土地上 建置多目标使用的综合型商场加停车场 但因为这片土地有近30坪的土地 为了能够让整片土地能够一起规划利用 日前普利镇公所也邀请地主到公所 进行规划说明以及土地取得协调的会议 也就是今天的这块土地有30几平方公尺的私有土地 今天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开发的说明会 在说明会的时候告知我们预计要做什么样的开发 预计要做什么样的营运经营计划 然后给民众他了解我们要做这个开发 在这个程序上我们先做一个说明会 在说明会完了以后有问题的话 我们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再开第二次说明会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第三市场这片土地 自大火之后就一直闲置 如今公所以及县府要规划成多目标使用的停车场 也希望地主能够为公共利益考量 与公所来协议土地问题 让整片土地能够共同开发利用 让第三市场规划能够更好 希望说大家能够互相的来沟通协助达到最大的这个效益 否则的话你在整块执行规划之后出现了一些私人私有的土地 日后要规划也很麻烦 就个人来讲的话 我相信也是很难使用的 希望说把它放在大众的利益上能够进行沟通 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 也让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市容能够更加的整洁跟安全 副议长潘一泉也希望公所以及县府建设处 能够妥善规划第三市场的多目标使用大楼 让第三市场能够更完善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道